您好 欢迎收看台湿新闻全球现场 我是周景瑜 新闻一开始来关心意外焦点 小货车撞进了砂石车底 车头严重变形 驾驶还一度受困 在苗栗县三湾乡大河村 当时这辆小货车是冲进连结车的下方 后轮腾空离地 车上当时664的轮性驾驶 一度在车上 不过呢 还好在警销人员的协助之下 是顺利脱困 另外在台中市西屯区 也发生了一起惊险车祸事故 一辆货车和轿车 因为行进入口时 耗制灯故障了 都没有礼让双方 没想到发生碰撞 66岁楼姓驾驶 受困在严重扭曲变形车内 救护人员小心翼翼 避免造成更多伤害 整辆小货车 车头插进砂石车底部 后轮腾空离地 不少用的人看到眼前的画面 都吓了一大跳 5号上午9点苗栗县三湾乡 发生这起车祸 不排除车速都很快 再加上冲撞的角度 才会出现如此离奇的景象 小货车驾驶腿部错伤 经过医院治疗 没有生命危险 详细教室主因 警方将尽速查明 另外四号晚间 台中市西顿区 一辆货车和轿车行进入口 疑似耗之故障 两车发生碰撞 货车最后还翻覆在马路上 可见撞击力道有多惊人 包含两名驾驶和轿车内乘客 三人受伤送医 幸好都没有生命危险 究竟是不是耗之故障 造成这起车祸发生 有待调查厘清 今天比较立台中 最后报道